恭请主啊和尚 慈悲开示 我们尊敬的齐请灾主林医师 与诸位灾主代表 诸位同修 及往目前的同修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2016年春季 护国席灾超见法会 第二天到此圆满 大家参加共修 及网络前同修参加共修 必得佛力加持 业障消除 福慧增长 六时吉祥 身心安康 和家平安 那么我们佛弟子 遇到有困难的时候 就要求三宝 求佛力加持 我们在生活当中 人生一生的过程 难免遇到很多起起伏伏的事情 那么当你遇到有些困难的时候 想不通的时候 那么就放下万年 先不要去想 先去拜佛 拜三百拜 佛号念三千声 那么 佛力加持 那么你就有智慧 知道该怎么做了 怎么处理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 也是教我们 很早 四十年前 他是以这个讲经的例子 写讲导 想不出来 有业障 想不出来 这个时候就放下 不想 因为写写不出来 想想不出来 所以就是拜佛 拜三百拜 求佛力加持 那么 自成恭敬的 拜佛 或者念佛 或者念菩萨的圣号 都可以 那么自成感通 跟佛菩萨感应 那么他写的就 写的来不及 智慧不晓得 从哪里出现 那么这个例子 它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任何困难 有障碍 有时候我们真的 不晓得该怎么办 特别生大烦恼的时候 这个时候 更要 求佛力加持 那么这个时候 就看我们 信佛 信到什么程度 要信佛 就是 要相信佛菩萨 他可以 帮助我们 那么 我们要求佛菩萨帮助 当然我们要信 相信佛菩萨 我们要跟佛菩萨配合 所以了完事性讲 齐天立命 从无私无利处感格 所以你先放下你的妄念 先不要去想 想都是打妄想 增加烦恼 增加妄想 那么你这样一心的 礼佛念佛 那就佛力加持 业障减轻 那么你智慧 就现前 那就知道 该怎么做 这个 跟大家分享 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 都要去学而实习之 学了之后 那么你要去实习 你要去实验 你才会有心得 学了之后 你没有去用 没有去实习 那就没有心得 所以我们做法会是一样 你制成的做法会 那么就会有感言 这个 拜佛 诵经 念咒 念佛 自成功敬的念 那么 就必得 佛力加持 这个大家一定要相信 要信佛 相信佛不上 如果我们还有一后 还有信心不够 那就要听经文法 多读经 多听经 帮助我们断离 生性 所以这个 要常常 记在心里 那么我们今天 到此圆满 那么时间也不早 有一些同修可能 住得比较远 有同修啊 听说坐电车都还要坐 一个多小时 所以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们明天还有一天 明天上午还是九点 有一个小时的 这个运光大师 就是法语精华的分享学习 那明天再一天 那么春季的富国习灾超精华会 就圆满 好 祝大家 一梦吉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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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 感谢主啊和尚 慈悲开示 自成典礼 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众 葍 阿弥陀佛 鬍